备受瞩目的农年生肖茅台将在明天也即是1月6号 在浙江杭州迎来上市发布会 这里呢我们来透露几个信息 第一农年生肖茅台的指导价和往年是一样的 都是2499 第二农年生肖茅台第一批货了大概会在1月10号到15号到市场上 那么第三呢也是朋友们最为关注的价格几何 那目前呢市场上是有3800在预售农年生肖茅台 但到现在我们视频发布的时候呢 已经传出来了有3300到3500的这个价格 当然以上信息啊只是我在跟同行交流的时候得到的 和朋友们分享也不一定准确 但是这说明了啥 农年生肖茅台把今年上市 一开始呢不会像前两年比如21年的是牛 而二年的四伙一上市就是五千六千的高价 大家放心 今年不会被农年生肖茅台给割韭菜了 您要觉得想尝些提前买一两瓶或者买一两香都是无所谓的 毕竟大老的都不差这么点 但是如果您是以更理性的来收藏呢 我们还是建议到年中甚至到年末的时候 您再来买农茅 那准没错 说到这里呢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今天视频 小生想去提醒想去警示的一个主题 农年生肖茅台 1月6号才上市 但是我在1月6号之前甚至到12月底的时候 就已经接受到了很多毛粉朋友的反馈 其实真的是毛粉朋友啊 也是玩茅台的 但是他们发过来这些图片呢 我看了一眼呢就知道全是假的 可能大家对于今年农年生肖茅台的设计不是太感冒 觉得有点丑 可能但我们看到后边吧估计就会奇怪了 您看一下我贴的照片吧都是粉丝朋友们发过来的图片 您看第一有白色的 您看这包装做的 是不是还相当不错 比那样像一回事 第二我们再继续看 朋友发过来的 这也是我们一个 哎他是杭州的一个朋友啊 也是常年喝茅台的 属于资深的茅台的消费者 但是呢他自己也没法去分辨 这个红色的龙毛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自己是把它当真的 然后发给我一看呢 依旧是假的 或者说是山寨的 那么第三我们再继续上图片 这个是紫色的龙啊 您看这个 是不是特别的对味口 您看这紫色的龙 做的都还像模像样 是不是特别像那一回事 来通过以上的几个山寨的 龙年生肖老台 说明了什么 第一 今年的龙 可能设计的是 不太满足大家心里的一个预期 都认为龙 要么是九五至尊 要么应该是黄色的 但黄色呢 在这个阳上面已经通过了 或者应该是紫龙 就写的特殊预期 您看山寨的造假的 分子 就这种不良的商家 都已经拿捏死了你这个心里 那这点呢 再给朋友们来说一点 为啥我们看到这些图片 就没有任何的质疑 都知道这个九十三寨的 第一这来自于行业的敏感性 那么第二呢 再给朋友们 分享一个小点 大家注意看这个防伪标 是不是它是四十方方的 那如果呢 只要是看到四十方方的 那肯定都是假的 茅台的防伪标 你只要随便拿一瓶啊 深香茅台或者其他九队对比 这完全不是一回事 好的 今天分享到这里 朋友们可千万不要被这些 山寨的深香茅台给骗了 最后呢 我们再来给朋友们提个醒啊 目前是山寨的 龙年深香茅台比较多 同时呢 还有2.5升的假的黑毯 也非常多 就比如 就是这个毯子造型的 然后呢 还有一些那个降色型的各种啊 那些都不是茅台酒 好吧 就算是喝茅台的朋友 可能都不太清楚的一些 后续咱们有机会 和朋友们多多的分享 谢谢大家